人气YouTuber9man在YouTube拥有超过259万订阅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怎料经6日新北市警局接获献报 指称有知名网红涉嫌吸毒并持有大麻 并分多路在中和区青庄区进行大规模搜索 逮捕9man以及网红蕾拉夫妻俩 而9man人设一系之间大翻车 也在网路上掀起大批网友讨论 9man爆出疑似吸毒后 过去他在YouTube上曾上传一只椅 再次去算命台积店到底要不要卖微提的影片 其中算命师看到9man的本名后 表示他是一个头脑非常好 但却任意从事是非兼伴及与凶事并行的 所以有时候是大好大坏 表示9man比较主观一点 有自己的想法需要多听一点别人的意见 才不会有灾难 对此一直提倡大麻合法化的歌手谢和弦也回应 支持大麻合法化 祝他们平安 他们peace and love 同时他也在脸书上表示 听9man跟蕾拉 以后都是我的自己人 甚至标注9man说 快找我帮忙对决评价跟奢华大麻哈们 对于9man持毒被逮仪式 也让外界感到相当震惊 纷纷留言表示 什么时候要拍评价牢房vs奢华牢房 就是要对决又有新题材可以拍了 9man辛苦了 为了这个气话还特地邀请了蕾拉夫妇 她的形象很好 我吓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